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个主题 就是旧月时代的圣灵跟新月时代的圣灵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会发觉旧月的时代有圣灵的工作啊 那到底跟新月的时代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 神是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不改变的 只是呢 圣灵的工作随着旧恩在不同的时代 它当然有一些不一样 那我们先来看看神 这个圣灵在旧月的工作是一种什么的表现呢 我们知道旧月就是预备旧恩的时代 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要来的 也是准备主耶稣要来的一个工作的准备 所以圣灵在旧月的工作 也就是一种预备的工作 我们先来看看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三节 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 耶华说人既俗服血气 我的灵作物永远住在他里面 然后他的日子还可以到一百二十年 这也是记载人犯了罪之后 他们是俗服血气 虽然有一些人还可以活到七百岁八百岁甚至九百岁 但是他们已经不是属灵的了 已经是俗血气 俗肉体 已经有罪的影响 所以因为人有罪 俗血气 俗肉体 所以神的灵呢 就不能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呢 那当我们看到旧月里面 神的灵在人的身上呢 这是一种短暂的停留 短暂的同工 不是内住的灵 不是常住的灵 是好像去帮助一下 然后给他们一些恩赐 或是给他们力量完成一些工作 做完工作之后呢 神的灵就走了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我们看出爱极记的三十五章 三十一节 出爱极记三十五章 三十一节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 聪明 何至是能做各样的功 这里记载以色列百姓 在旷野的时候 神吩咐他们要建造一个灰墓 来做一个献祭 还有求告神的地方 那在旷野里面要 把一些金啊 银啊 铜啊 还有一些材料啊 把它建造成为 合乎神自个的圣殿 这个是需要一些难度 需要一些工匠的技巧 而以色列百姓 在埃及四百多年 是当奴仆了 没有这种经验 不是巧匠 不是金匠 不是做这种工的 但是神的灵呢 就临到一个人 这种污吏的儿子 比撒列 虽然他没学过 但是神的灵在他身上 他都可以想出一些巧工 把金啊 银啊 宝石啊 还有一些材料啊 把它弄成 合乎神规格的模样 这个是需要几十年的 拜师学义 都不一定做得到的 但是一天之内 神就让他想出方法来了 所以这个是神的灵 停留在他身上 充满了他 这样他就有智慧了 但是这也不是一辈子的 这样充满 是工作完了之后 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人 那另外一个例子呢 我就来看民宿记的第十一章 二十四节 民宿记第十一章 二十四节 摩西出去将主的话告诉百姓 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 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 二十五节 以后华在云中将年对摩西说话 把将于他们身上的灵 分饰那五十个长老 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受感说话 以后却没有再说 这里记载 以色列的带领者摩西 他出去将神的话告诉百姓之后呢 要把七十个长老招举来 结果神在云中降临 把神的灵分给那七十个长老 哇 这里说啊 灵停留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受感受欲言 说话呢 但是呢 以后他没有再说了 所以可以证明这七十个长老 被神的灵降临 甚至充满 讲话是一种工作的灵 是一种侍奉的灵 也是短暂停留了 工作做完就没有了 甚至也不会一直受感受话 所以这是旧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圣灵的工作 是为了主耶稣要来救恩的预备 因为人还有罪 主耶稣基督还没来 所以有罪 所以圣灵都没有办法永远停留 但是到新约的时代就不一样了 主耶稣升天之前 有这种预言 有这种交代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十四章第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我要求父 父叫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主耶稣在这里预言 在我去了之后 我会求天父把另外一位宝慧师赐给你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宝慧师就是身旁的帮助者的意思 圣灵会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 而不是来帮一下下 不像旧约的时代 来协助一下工作 来指教你 要你怎么来做一些巧工 也不是只是感动你一下 说话就走了 这个圣灵在新约的时代 主耶稣来了之后 圣灵会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是当你求到了圣灵 被圣灵充满 说出灵言方言 那圣灵就会一直在你里面 不会离开 除非你犯罪 除非你不相信 或是给魔鬼留了地步 不会失去圣灵 除了这些特别例子之外 否则圣灵不会离开你 圣灵会一直在你里面 与你同住 帮助你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一种属灵的体验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进入 新约的恩典时代了 各位朋友 你们想体验宝贵的圣灵吗 欢迎你来到正义术教会 查考 祈求体验